好,講到這個圖像思維,我們怎樣去做呢? 有兩個方法,今天會介紹給大家的 一個就是我們托物的做法,通過一些具體的事物 另一個就是借助情景 這個情景就像剛才所說的,拍一個電視劇 有一個畫面,甚至是一個故事 去表達那些抽象的情感,或者一些想法 這裡我們先講到唐蜜 大家看到一些月亮 不知道你會想到什麼 中秋節 還是什麼呢? 但在一些文學的傳統上,我們看到月亮 就會自然會想到,其實是想表達一種 可能是思鄉,團聚 一家人在一起,千里共時捐 一種情感 又或者,我們看到一個時鐘 通過這個物件 很多時候在文章裡面,可能我們會想說時間 很簡單,這個大家應該都很容易猜到 還有,這個 什麼來的? 蓮花 還是蠔花 其實很不懂得分 但看到一種花的時候 你又會想到什麼呢? 可能我們會想到愛蓮雪 這篇文章 應該大家都會讀過的 可能會說一種情操 可能很多時候都是通過一些花草 去表達一些不同的人格 還有,這個是燭光蠟燭 其實可能有很多象徵的意味 其中一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都是關於電視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看一些古裝劇的時候 古裝劇呢 當有一個人 就快要死了 醃醃一色 然後,很有趣的 就是那些古裝劇 鏡頭就會拍照這些燭燭 這些燭光 然後當燭光熄滅了 你就會知道 發生什麼事 就是那個人死了 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但是他不會拍照那個人死的一刻 他不會拍照他斷氣的一刻 就是這個燭光熄滅 原來是表達他斷氣 這是我覺得挺有趣的一種表達手法 但是你想想 去到時裝劇 就不會這樣了 如果去到時裝劇 你還看到他用燭光表達人斷氣 你會覺得很奇怪 那時裝劇裡面 又會用什麼去表達 就是那個人離世的一刻呢 原來可能我們會用一些心電圖 嘟嘟嘟嘟 然後 嘟嘟 然後 我們不需要看到那個人斷氣的畫面 但我們都知道他不在了 這些都是會通過一些物件 或者一些畫面 去傳達一些訊息 這個大家都不會陌生 我現在顯示出來的四種都是比較常見 可以說是有點老土的一個組合 我們創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需要一些新的組合 例如我們這裡可以試一下 這裡有藍色和黃色的兩邊部分 大家可能以前做功課都試過做這些連線的工作 你會不會可以把兩者連在一起呢 究竟他們兩者之間有什麼共通點 這裡藍色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些具體的事物 就是一個果醬 一個位 就是可以摸得到的 雖然我不會摸到我的位 但是它是一個實物 摸到的看得見的 或者好像煙花一樣 而黃色那一邊就是一些 可能是一些情感 是一些意念 就是抽象的 那我們可以怎樣通過藍色那一邊的事物 去表達黃色的 一些抽象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自己在心裡 都可以試一下 起碼做一個組合 其實你只要自圓其說 就可以了 這裡也是沒有標準的答案 但我就想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如 創造一些新的組合出來 好了 不知道大家又想到什麼呢 我這裡也分享一些例子 有些都是我學生的 一些常事來的 例如有人覺得 秘密好像果醬一樣 有甜有酸的 只有吃的人才知道 而秘密很多時候都是 我知道 你不知道 那個味道只有自己才最清楚 有些是甜絲絲的 但有些是不酸的 然後有人說 女人有兩個位的 一個是來吃正餐 一個是來吃甜品的 會不會和夢想都有點像呢 我們或許都可以有兩個夢想 一個是個人的夢想 一個是為了社會的 那又行不行呢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想到的 時間和煙花一樣 都很短暫的 一聲就沒有了 但也有些學生會告訴我 他覺得 煙花 用煙花來表達愛情 就對了 因為大家都是這麼燦爛 這麼美麗 對吧 然後我也會說 但是煙花 一聲就沒有了 愛情 真的是 稍順即逝 那就好像 嗯 慘了一點 但又很浪漫的 然後呢 愛情好像一個盆栽一樣 都是要灌溉的 要不然就會撲毀 都是要悉心瞄理的 另外就是 都市人充滿壓力 好像被很多鎖 鎖住 這裡看到 也有些比喻的手法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個圖像思維 其實會運用到很多修詞 可能比喻就是其中一種 這裡嘗試做一些組合出來 就會用具體的果醬 位 煙花 盆栽 鎖 去表達一些秘密 夢想 時間 愛情 或者壓力 你也可以創造自己的組合 絕對沒有問題 好了 這是一個托密的手法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的 這種方式 但我想強調的是 我們怎樣去找一些新的組合 而不是經常都沿用一些舊的組合 令到我們的文章沒有新意 亦都欠缺一些特色 好 然後另一種方法 剛才說過的 就是情境 一個情境的設計 我們就是幫一個抽象的概念 或者情緒去寫一個情境出來 這個情境可以是去求 但是我想強調 最好是親身經歷 最好是親身經歷 你可以說是通過一個事件 或者通過一個像剛才電視劇 這樣一個具體的畫面 去表達一些抽象的情緒 那為什麼要是親身經歷呢 因為親身經歷就是最真實 你自己也都最深刻 你寫出來的時候 那個文章會有一個真實的骨幹 而且會比較有豐富飽滿的細節 因為有時候文章的細節 不是說作就作出來 如果你真的經歷過的 那寫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好 當然不是說要百分百真實的 這個也未必做得到 但是我想那個基礎 起碼情境的素材 本身是真實的 然後才可以加上一些 你說作的東西也好 或者有一點改動 配合我們寫作的需要 一個情境裡面 它會包括了時、地、人 事或者細節等等的元素 我們就會看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一方陽光》 剛才提到的文章 它是黃鼎君的散文 主要是寫媽媽的 就是感念媽媽的愛 大家都會發現 這個主題很熟悉 就是母親的愛 應該大家都寫過或者讀過的 但是怎樣可以寫到有自己的特色 怎樣寫到打動到讀者呢 我們就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正正是很多人寫過 而黃鼎君的做法 就是透過一個情境的書寫 他也說過 他寫過文章的一些背景 他就說他寫的時候 是患著嚴重的私鄉病 因為他在台灣 而他的家人就在中國大陸那裡 有一段時間 兩地之間就沒有這個往來 所以他雖然很想念家人 但是就沒有辦法見到面 就唯有通過這個寫作 好像把大家連繫起來 這裡有一個小小的背景 作者的私鄉 其實他最想念的就是媽媽 這個文章就告訴我們 究竟作者如何去書寫母親的愛 答案其實都呼之欲出 就是剛才說的一個情境的雲容 就看一些文章的片段 大家可以回去再看 這個就是一方陽光 為什麼這麼有趣的呢 這個文章的名字 什麼意思呢 原來就有一個背景 就是說著作者 他是一個 就是以前住在中國的一些北方那裡 在一些四合院的地方那裡住的 我就不是很熟悉這些建築的了 但是就需要找一張圖片給大家 四合院大概是怎樣 這個最重要的呢 就是他講到 在他住的地方 那個陽光 只能夠在房門 身盡內 房門是長方形的 於是照著門框的形狀 然後就投射在地下 在一個方磚上面 然後就畫出了一片長方形 這個呢就是 你要留意這個陽光 首先它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 它很小的 因為它很小的 只是它有那個門框的形狀 不是很大的空間 只是一片小小的陽光 但是呢 它是光明的 它是溫暖的 作者下面也有說到 還有呢 中國的北方也是很冷的 所以這片陽光 是很重要 很珍貴 作者和他的媽媽也都很喜愛 享受在這片陽光裡面 而且還有一個特徵就是 作者也說 這是一個光明溫暖的租界 為什麼會叫它租界呢 很奇怪 這個詞語 租界就是你要還 租了回來要還 就是說 這裡也說陽光的一個時限性 它有一個時限 陽光會隨著時間的角度轉變 這個一方陽光 隨著時間也會消失 所以 它不像一個租界 只是暫時出現的 顯得更珍貴 這個情境 好了 我們知道為什麼是一方陽光 但在一方陽光裡面 又發生什麼事呢 作者就嘗試在他童年的記憶裡面 發掘一個很難忘 很深刻的情境出來 所以 他就說在一方陽光裡面 他就會在那裡讀書 然後就把那些故事 讀給媽媽聽 媽媽就一邊聽 一邊就會教她 讀一些山字 而媽媽也都在做一些 針線的工作 慢慢作者就發現 原來媽媽的興趣 不是那些熟悉的故事 而是希望 作者就更多陪伴 珍惜兩個人一起的時間 大家可以想想 對於你來說 這個情境 可能是不熟悉的 但是 是作者很珍貴 很忠視的一個記憶 那這個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作為讀者 我們去讀的時候 反而會有一種 新意在裡面 因為這個不是我們 經常經歷到的事情 我們好像在看別人的經驗 但是我看很多學生的文章 大家都會寫到媽媽 我就發現 大家可能都會 不同的同學 不同的學校 不知為何寫出來的媽媽 都是一樣的 寫出來的媽媽 很多寫是怎樣呢 我們想表達一個 母親的愛 或者母親的關懷 然後呢 可能就會說 我晚上在這裡做功課 或者在這裡溫習 做到很晚 很累 那媽媽就會 敲一敲房間 然後就拿一碗熱湯給我 拿一杯熱飲給我 在這裡幫我打氣 那我就覺得 很不可思議 譬如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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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界不同的學校 教寫作 那為什麼 大家的媽媽 做的事情都是一樣的呢 難道大家都是同一個媽媽 不可能的 是的 好像借用了一些 不知從哪裏看回來的 一些 人家的媽媽的形象 用了我們作文 甚至乎很多時候 已經成為一種套路 你都會猜到 接著會這樣發生 是很沒有新意的 是很老套的 是的 其實也很沒有說服力 正如我剛才所說 沒理由大家一個媽媽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想一個文章 是比較有自己的特色 甚至乎給讀者一種新的感受 其實我們需要做事 可能也不是很難的 就是 你探討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記憶 自己的媽媽是怎樣的 如果你的媽媽 是不會熱通進來的 那你就不要這樣寫 你寫回你媽媽會做的事情 是的 作者就寫回她和她媽媽的故事 變成一個情境 為什麼會說是一個情境 因為 你會發現 她是看得見的 甚至乎 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電視劇 一個舞台劇的畫面 是的 有人物 有時間 有發生的事 甚至乎那一片陽光下 作者和媽媽 好像是一個舞台的射燈下 聚焦在這兩個人物的身上 我覺得這個情境是很漂亮的 和很溫暖的 還有發生了一些事 沒有愛都是看不見的 但我們怎樣可以感受到 或者知道媽媽的愛呢 就是透過媽媽去做的一些事 在一方陽光裏面 作者說媽媽是側了的 她將一半的陽光讓給我 自己留下半個身在陰影裏面 剛才我說過 那個陽光是長方形 很細的 所以根本就不夠 他們兩個人坐 於是媽媽就將一些陽光讓給兒子 我們便看到媽媽的愛 她不需要說出來 不需要說媽媽很愛我的 但透過媽媽去做的事 有些犧牲在背後 我們便會看到 甚至感受到 媽媽真的很愛這個作者 就像剛才的例子 究竟媽媽是餘式重複 還是媽媽的眉頭書展開來 是兩個不同的手法 你不只是說她很愛我 就是很愛我 我要看到她做的一些事 作者不斷 讀者也是這樣 於是媽媽也有一些犧牲 她要忍受一些傷害和痛苦 文宗也提到媽媽的腳本身是有病的 但她將自己的身體留在陰影裏面 更加重了腳的摧殘 和她忍受一些疼痛 於是後面 作者便去看媽媽 發現她平靜的面容上 幾條不平靜的皺紋 這裡作者也沒有直接明顯地寫出來 但這幾條不平靜的皺紋 令我們知道媽媽其實是忍痛的 她不是說很舒服 作者也不愚蠢 她也很聰明 於是她便想到媽媽 不如我們換位置來坐 另一隻腳也可以曬太陽 便會舒服一點 但媽媽便不愧 媽媽搖頭 因為媽媽在文宗說到 她試過換位置的時候 她便驚動了一隻貓 於是那隻貓便離開了 然後作者又追著那隻貓便離開了 然後媽媽便不可以跟兒子一起 文章一開始就說 媽媽其實最珍惜的是 跟作者坐在一起 在陽光底下 所以媽媽寧願忍受這種疼痛 所以她仍然是媽媽的行動和選擇 在情境中發生的事 就會看到媽媽的愛是怎樣的 所以這就是一種 用情境去書寫的方法 作者沒有直接寫媽媽有多愛她 而是她著重描述 在記憶裡面的一個情境 這是一方陽光 是很特別的一個情境 陽光我們寫得多 但我們可能沒有想過 陽光也很有形狀 是一方陽光 作者就將她和媽媽一起曬太陽的 具體的情境 去呈現這個抽象的無愛 我想大家也可以參考這個作品 然後呢 可能你在參加這次兩代情 這個精文比賽的時候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可能你有需要 會去跟你爸爸媽媽 或者長輩去聊聊天 去問回他們的故事 例如說 對他們來說 香港的精神是什麼 又或者可能在過去一年 大家都知道 可能發生了一些 都很特別的事件 可能在疫情下 發生了什麼事呢 他們有什麼感受呢 我們除了問他們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想法之外 我們也可以問問他們 會不會有些難得的情境 例如說 大家要戴著口罩 有什麼事件 也許會不會有些 會不會有些 會不會有些 會想起的事物 他們覺得 很能夠 代表到 今年發生的事呢 即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 你們可以和他們聊天 搜集一些寫作的素材 的時候 除了問他們 他的感受和想法之外 就是嘗試找回一些實物 或者一些他記得的情境 嘗試記下來 我想可以幫助大家 寫的時候可以寫得更具體 大家可以試試 當然你可以問你自己 在今年發生了這麼多事 你會否發現你的生活上有什麼轉變 或者你和父母和長輩之間的關係 有什麼轉變 例如說我和大家現在都沒有辦法 面對面地去接觸 都要透過網絡的方式 會不會我們也是這樣 會不會有一些 一些比較深刻難忘的事發生了 那你是會記得的 你可以把它記下來 成為作品裡的其中一個情境 好了,我們看了一方陽光 然後我們可以教大家一些方法 我剛才也說 可以在我們的生活或記憶裡 找一些情境出來 好了,當我找到的時候 我又可以怎樣做呢 好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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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